今天的影片要來製作一個二位數0-99 上屬顯示器 時音震盪器產生 clock 透過多接除頻器降低頻率 並且可以透過直播開關選擇四種不同的技術頻率 首先來看一下電路設計 可大略分成兩個區塊 頻率產生電路與數字顯示電路 現在一步一步來看一下電路細節 頻率產生的部分使用32.768kHz的時音震盪器 一般可以買到誤差10-100ppm 32.768kHz是2的15次方 市面上的電子表一般採用齒震盪器產生頻率 CD4024擁有7階除頻器 CD4040有12階除頻器 32.768kHz 經由15階除頻器 可以產生1Hz 1Hz表示一秒產生一個完整周期變化的脈搏 直播開關 直播開關由左到右分別連接1Hz 2Hz 4Hz 8Hz 開關輸出接上二極體 防止CD4040輸出角位相互連接 導致IC損壞 二極體輸出一樣接上一顆LED 方便觀察頻率快慢的變化 最後顯示電路使用IC CD4026 這顆IC的好處是同時擁有技術與供應七線段解碼功能 搭配一顆按鈕觸發CD4026重置功能 其中的RC電路在接上電源的瞬間完成數字歸零 照慣例焊接前接上面包板 驗證電路設計是否有誤 可以看到完成的PCB Layout畫面 紅色線表示Top Layer 一般的零件都放在這一面 藍色是下層 Button Layer 一般的走線都在這一層 接著我們照著剛剛的PCB Layout 完成零件的擺放並焊接 彼此切点的顆音 飢養接著 彼此滴相談 裡焊接著 車部騙音 打開 車部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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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車部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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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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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